其實都可能 這個新聞其實大家可能已經看過 外面有很多香蕉 這邊也有很多香蕉 那這個香蕉呢 它其實這個香蕉的假圖 假消息其實是在6月5號的時候大概出來 然後6月6號的這個時候 其實在轉團的熱度上面打到高峰 然後在6號同時 就是公視我們的導演這張圖的來源的人呢 他們其實也發佈了一個辟謠的文章 那這種就是在封閉的訊息的聊天群組裡面 傳遞的訊息要怎麼去防範 要怎麼去防止呢 我們這邊的做法就是我們直接做一個tray bot 然後當使用者 他覺得有一篇訊息他其實很想要查證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把它轉傳給我們的tray bot 然後我們的tray bot就會回傳說 這個訊息它是含有真實訊息 還是含有故事訊息 那我們這個東西它背後呢有一個資料庫 它是由LINE的訊息以及編輯的回應所組成 如果一個資料庫在使用者轉傳的東西 資料庫裡面沒有的話呢 我們會問使用者說要不要把它傳到資料庫裡面去 那使用者同意的話呢 他就會直接在這個coface.geninvita.tw的網站裡面呈現 然後在這個網站上面編輯任何的人都可以編輯 然後在這邊填寫說這個東西是含有真實的 含有不實的 然後簡單的介紹一下以及附上所謂的資料來源 編輯的所有東西都會變成LINEBOT未來收到同樣訊息的時候的自動回應 那這是所謂的collaborated fact-checking 然後這也是我們的名字的來源 cofax 我們的LINEBOT在就是4月開始到現在呢 已經收到了4萬多則訊息 其中75%的訊息可以自動的回覆 然後呢也在過去的這幾個月之內增加了大概9000人 可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我們目前 每天大概會有35.6篇的訊息進來 可是我們每天的國要編輯會只有3.5分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來大舉真財 第一個是闢謠 基本上就是大家只要會google的話 就可以來到我們的這個網站上面進行闢謠 我們要徵求會上網查證的人 再來就是翻譯 因為我們最近有在就是跟一些國外 有去國外或者是有跟一些國外的朋友介紹這個專案 然後我們的回憶片裡面有一些例子是中文的 然後可能希望說可以就是有人可以一起 跟我們一起來把它翻譯英文 再來就是寫控 我們在Github有help wanted的tag 大家可以自己就是來認領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分析資料 我這邊的話因為想要做一個就是 寫一個文章去爬書4月到7月的日本訊息 然後就做成像剛才看到的這個熱度的表 然後也同時要感謝這一陣子來編輯們 就是辛苦的編輯們的回憶 然後呢我們也希望有設計師 然後目標是把辟謠遊戲化 讓我們的就是吸引更多的編輯 也讓編輯可以留存 對 那以上就是請上謠言打大平台打TW 就是由我們幾個太多的重點 謝謝 謝謝 謝謝